每一次你存钱、取钱、用钱 几乎都离不开它 全球有43%的银行系统依赖它 其中包括美国95%的ATM活动 和80%的银行系统 每天全球有3万亿美元的交易 需要依靠它处理 无论是取钱、存钱、花钱 还是一些涉及到你下半身幸福的事情 几乎所有和设计民生相关的部门 都离不开它 它就是COBO 一门上股编程语言 然而 这么重要的一门语言 如今却可能成为一门失传的语言 COBO失传的后果 在近年来已经频频发生了 银行系统保护国家 美国州政府的失业保险系统登记不上 COBO这么重要 为什么会失传呢 谁又能来延续COBO的香火呢 COBO的全称是 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 通用商务语言 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非常接近自然语言 二是非常适合用来处理统计报表 财务会计 人事档案等业务数据 在公司和政府的商业 财务和管理系统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 之所以有这些特点 是因为 它设计出来 就是专门要给非计算机专业的 业务员用的 上世纪50年代 编程语言 只有复杂了机器和汇编语言 为了便于给非专业人士使用 美国有许多家计算机厂商 都在开发自己的商务处理语言 语言一多 无形中增加了大家的管理交流成本 国防部就建议 都别卷了 搞个通用的大家一起用 不香吗 于是在1959年5月 计算机厂商 政府机构 学术界一起 成立了数据系统语言委员会 来搞这个事 担任委员会技术顾问的 是一个叫格雷斯·赫博的大佬 英伟达在21年发布的第一款CPU 就是用它的名字命名的 赫博最著名的贡献 大家绝对知道 1947年 他们团队在用计算机的时候 发现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排查之后发现 原来是一只扑龙鹅子 飞进了电脑内部机电器 造成短路 从而引起故障 他们把飞鹅贴在日记页里 并记下 第一个被发现的真正bug 从此 bug和debug的用法 开始流行起来 之所以要提赫博 因为它不仅是bug之幕 它还是Cobo之幕 赫博的团队 在1959年 开发了Flowmatic 这是世界上第一种 接近英语表达的编程语言 Cobo正是在Flowmatic的基础上创建的 Cobo的使用门槛低 擅长同时处理大量业务数据 稳定性也好 很受银行 政府机构 金融行业的欢迎 从国防部 政府部门 再到银行 商业公司 都成了Cobo的用户 到20世纪70年代 Cobo被广泛安装在 世界各地的大型机中 成了世界上 使用最广泛的编程语言 甚至在电影《终结者》里 天网系统也是用Cobo写的 人们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Cobo了 这原本并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 随着计算机的演变 与人们的作死 这居然成了一个雷 也正是在Cobo迎来巅峰的 70年代 个人计算机这种新物种 诞生了 计算机飞速小型化 客户端服务器架构兴起 Cobo所面向的大型机 小型机 逐渐沦为了遗留系统 软件行业需求转变 面向对象编程 和图形用户界面变得普及 而Cobo并不支持面向对象 新兴的编程语言出现 相比之下 Cobo并没有什么竞争力 因为Cobo的应用范围很窄 不擅长复杂运算 除了商业 基本干不了别的 虽然Cobo诞生之初 是以简单为目的的 但是它的编码很繁琐 Cobo有将近400个保留字 作为对比 C语言只有32个 Python只有33个 难怪有人会说 一千行Cobo代码 实现一个小需求 同样是Hello World 别的语言是这么实现的 Cobo是这么实现的 别人在敲代码 Cobo程序员在写小说 而且Cobo很死板 1975年 图领奖获得者 最短路径算法的开发者 迪克斯撤就吐槽 用Cobo会让脑子What 教别人学Cobo等于犯罪 因为这些原因 Cobo被认为是一种 将要消亡的语言 慢慢的 很多学校都不教了 大家主动去学的兴趣也不断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 将原型用Cobo写的程序 替换成别的 就这样 Cobo的热度一一降再降 1997年 Cobo在编程语言排行榜上 还能排第三 到了2012年 已经叫到了33名 简直是反向Python 当时 用媒体总结了 八项即将消失的IT技术 其中排第一的 就是Cobo Cobo就这样 似乎从生活中 慢慢的消失了 但人们的生活 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此时此刻 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直到一场疫情袭来 终于爆雷了 疫情期间 美国的失业人数直线上升 失业保险单激增 许多州的失业保险系统 应付不过来了 人们这才发现 这些用了几十年的系统 还在用Cobo 而且 除了这些政府系统 在银行 金融等支撑社会运转的重要领域 也依旧和几十年前一样 依赖着Cobo 但问题是 现在Cobo程序员 不够用了 政府 想找人来维护 一问也是王八看律动 大眼邓小眼 Cobo是个啥 根本没几个人懂 因为前面说了 从上世纪末 就开始喊着淘汰Cobo 替换Cobo 结果谁能想到 到头来Cobo没淘汰 Cobo程序员 淘汰了 多少是有点 被自己打出了子弹 郑重眉心了 Cobo为什么这么坚挺 首先 是因为它确实好用 而且稳定 其次呢 是因为Cobo 广泛应用的这些行业 性质比较特殊 像银行 政务系统 基本是7×24小时运营的 稳定胜过一切 更换语言和系统 相当于一边开飞机 一边换零件 风险很大 既然原先的系统没有问题 那就没有必要动弹 就这样 遗留了Cobo代码 越来越多 这就导致了Cobo 没有被淘汰的第三个原因 等到有一天真想换 成本和难度 已经太高了 这种行为 也被称为技术负债 曾经有一项 针对企业领导者的调查发现 74%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升级 都已失败告终 其中 换Cobo 堪比杜截 2012年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决定更换其核心Cobo平台 结果 花了五年时间 耗资超过7.5亿美元 2018年 TSB银行 尝试升级它的Cobo系统 导致连续几天无法交易 用户查看不了账户 最终 千亿成本达到了3.3亿英镑 根据一位教授的估计 目前世界上 至少存在200多亿行Cobo代码 如果要全部重写 成本预计至少要4万亿美元 足够填上10个恒大的窟窿 这么一看 还是打不定划算 反正修把修把也能用 超过呗 还能理咋 但是Cobo再稳定 也架不住疫情这么大的阵仗 问题来了 上哪儿找这么多的Cobo程序员呢 无奈之下 州长们只能在网上和发布委上 发穿云件 召集Cobo程序员来相见 好在马农虽老矣 尚能修福报 一些已经退休的Cobo先人 看到消息就赶来支援了 这次的问题 最终靠着Cobo先人们解决了 而且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Cobo程序员真的不够用了 计算机软件公司 Advanced Software曾经做过调查 近九成的大型企业 担心缺乏能维护管理 传统IT系统的员工 而这些系统 通常由Cobo等编程语言支撑 总不能每次遇到问题 在摇人吧 也不是不行 在美国 72岁的比尔新肖 就召集了一帮退休Cobo程序员 成立了一个叫Cobo牛仔的公司 专门帮企业 处理这些紧急的Cobo问题 据他介绍 Cobo牛仔这个名字 是借鉴的东木老爷子的电影 《太空牛仔》 电影讲的是 退休宇航员救地球的故事 而Cobo牛仔 就是退休程序员救地球 不过长远来看 这些Cobo先人的年纪都不小 有的放国内都足够被踩两轮 一直指望他们并不现实 但是没办法 因为要找年轻的Cobo程序员 更不现实 数据显示 在Cobo程序员的年龄分布中 45到55岁是最多的 占41.7% 这个年龄在国内早就去开滴滴了 35岁以下的只占11.5% 说一句后继无人也不过分吧 还有什么办法能延续Cobo的香火呢 18摸想到了一个办法 人工智能 哦不 不是这个 是这个 IBM开发了一个生成式 人工智能代码助手 沃森查 可以帮助程序员 把旧的Cobo代码 转化成现代编程语言 提高重写的效率 整个过程 类似于输入一段文章 给ChatGBT 让他帮你翻译 但是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还没付诸实践 不过呢 也不用太悲观 短期内 Cobo先人们还能再支撑一阵子 长远来看 经过疫情这么一折腾 Cobo的热度有所上升 GitHub上有个叫Cobo的课 在疫情期间登上了热榜 到现在已经有快3000颗星了 Cobo的就业市场 同样有所回暖 数据统计 2021年 美国Cobo程序员的年薪 来到了76000美元 虽然不算高 但这个数字 相价2020年 涨幅高达44% 是所有编程语言中 薪资中位数增幅最大的 柳道士物以稀为贵 只要给了够多 总会有人愿意学 最后的情况 也就是十个恒大的窟窿 钱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有学到一点东西 欢迎点赞 转发 关注 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